我们将来同生极乐果 这个是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福报 什么样的最大的福报呢 就是这一生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能够一生圆满成佛 往生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最大的福报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 两千五百年前 两千五百年前 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常讲到两个字 都是无常 这两个字大家也念得很熟 但是我最近我才真正才明白 这两个字的用心 这两个字的用意 我以前没有真的是透彻的去了解 比方说我们看到人家夫妻讨价 我们很容易劝导人家 这个是无常 我们要放下 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家属 人家往生 我们可能会说 这个人哪有生必有死 你要放下 你要 因为就无常了 或者看到我们的金钱 被人家偷走 或者不见了 我们有时候会欠人家说 不失把供养 种种种种种的事 但是有时候 当这个事情 事实真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的 真正放下 劝人容易 他是真正自己去做 有时做不到 这个的区别 所以这个无常 不是对别人 是对自己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眨眼 这个人生太短了 我们一定要明白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你看我们雪梨这个疫情 你看 封城都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可能会再延续 可能 所以 尊敬的 现在这个天灾太多了 天灾人物太多了 所以佛佛告诉我们 人生真的难得 佛法难闻 而能够这一生当中 在佛法当中 能够闻到净土 能够闻到念佛 而最非常难得 这一生能够 往生西方净土 超越六道轮违 了生死出三界 那个比什么更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因缘 要锁定这个方向 锁定这个目标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大家一定要记得 人生真的是无常 我们在这个世间真的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像你最近师父 静坐念佛 有时候突然间会看到这些人生 真的很苦的 所以我们要赶快觉悟 不要再迷了 你看那个印光大师 在这个序文讲迹里面 他不是头一句讲了一句话了吗 他告诉我们圣黄之分 在乎什么呢 下面的那句 在乎一念 圣是圣人 狂就是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那我们是属于 这个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所以所谓的菩萨 跟凡夫的区别 一念之间而已 你迷了 你就是重生 你觉悟了 你就是阿弥陀佛 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但是关键 有时候我们迷得太深了 自己不知道 当我们业障现前 那怎么解决 怎么办呢 所以借这个姻缘 我也不敢讲太长 也不敢讲太多 也太晚了 都已经九点多了 师父呢 只能互相来鼓励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才能够进步呢 不断地去反省 不断地去检讨 不断地去观察 希望能够我们将来这一生当中 我们能够成就 最大成就的就是能够往生进土 比什么更重要 非常难得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介绍这么殊胜的法门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珍惜 那真的太可惜了 人一年一年的衰老 在这个供修当中 可能最年轻是我 但是棺材不分类 现在这个棺材装着很多年轻人 真的 澳洲老人长寿人很多 所以我说这个澳洲老人 成为老人超过100岁才能够成为老人 100岁以下你不能够成为老人 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看这样一件两年在澳洲生活 真的 这种的福报的地方 大家还要好好用功 再加上我们雪梨金钟学会 又非常的好 加上我们的郑总、郑泰 在领导之下 也做得非常的贡献很大 大家要共同来努力 共同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念佛法门在雪梨 能够告诉人家 做一个好榜样 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出来 只要你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 你会度很多那些人家来念佛 你不用讲话 用你的以身作者 用你身教来教导别人 那我相信我们将来 我们雪梨金钟学会 会对这个社会会很大的帮助 起码 不会让众生去造业 也能够维持这个国家的果泰明安 风调以顺 因为这个国家 它能不能风调以顺 果泰明安 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以身作者 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念佛不是迷信 念佛是一个教育 是教我们怎么做人 是教我们 怎么来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了解这个人生的真美 这个是念佛 所以今天 是简单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其实我们每天能够一起念佛 是最好的 两个小时 打开音笔吹 我们一起来念佛 没关系 一种厚重 一个人有时在家里会懈怠 似乎有时常常犯犯火病 大家辛苦了 我们这个 能够每天晚上 能够一起来念佛 也是一桩很好 像师父印尼也是 天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一起来念佛 像这样的姻缘 我们雪梨 能够维持 很好 这个疫情不稳定 让我们每个人 在雪梨要封城 但是 也是一桩好事 让你们大家能够在家里都用功 其实能够大家一起睡觉之前 这样念佛 也非常好 像师父的道场在印尼 有几个道场 每一天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晚上 七点到八点半 将近九点 大家聚会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回乡 因为白天 大家工作忙 晚上 心就容易静 这个念佛 容易得力 念佛好了 大家去睡个觉 其实这个也是很好 那今天我就借这个 姻缘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 因为不敢太久 怕大家这个太晚了 这个呢 发生在过去 原音法师 在讲弥陀经要解的时候 他有提 举出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也蛮精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我可以来给大家一种鼓励 其实也不是给大家 给我自己鼓励 这个呢 这个故事是讲 这个越国夫人 这个叶国夫人家里呢 请了很多一些丫鬟 然后呢 每天晚上 就是像我们这个时间 每天晚上呢 带着这个领导 这些丫鬟 去念佛 那没想到啊 这个丫鬟其中一个 一年当中啊 念佛往神西方进度了 一年哦 功夫就成就了 我们念了几十年都是一样 他们只工夫念了一年就走了 而且呢 这位丫鬟啊 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又回来 那回来做什么呢 要来感恩叶国夫人 在梦中当中就告诉叶国夫人说 谢谢你 感恩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没有这个机会闻到净土 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念佛 最殊胜的能够这一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我感恩叶国夫人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学历尽忠学会 有这个机会念佛 真的要感恩 你想一想人家一年 丫鬟一年一年功夫就长久了 所以当这个丫鬟要离开这个叶国夫人的时候 这个叶国夫人很好奇 你真的吗 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吗 这个亚王跟他讲 我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既然你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不能带我去啊 去逛一下 去走一下 像以前那个师父在美国啊 有一位老人家 师父啊 以后念佛一起带我过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行啊 你不能靠法师啊 你菩萨过这样自身难保 你要靠自己 这个法师不能依靠 你要依法不依人 然后这个丫鬟啊 就跟这个叶国夫人啊 她说好 我带你走 没想到呢 这个叶国夫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她第一次看到的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叶国夫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她去观光旅游 她第一次看到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她看到的是莲花池 这个莲花池 而这莲花里面呢 很多那些莲花有大有小 有菇有漂亮的 有金有盐的 看到很多 所以她很好奇就问这个 这个丫鬟啊 她说这个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有大有小 有菇有 有不好的 有好看的 这个丫鬟啊 就告诉叶国夫人 下面的那句话很重要 大家也好好听 她说啊 一个人啊 真正念佛 要发愿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真正要发愿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当她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 这个莲花池啊 会长一朵莲花 而且这个莲花里面又写了它的名字 如果这个人啊 念佛很用功啊 很精进啊 这个莲花越来越大哦 如果你希望你的莲花越来越大 越来越漂亮 那你要精进 念佛用功 如果你懈怠 这个莲花就沽了 所以 她就问这个丫鬟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丫鬟就告诉了叶国夫人 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是不生不灭的 唯独莲花池有生有灭 这个你有没有知道 所以啊 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是不生不灭的 唯独莲花池 莲花里面有生有灭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念佛的人的感应的 而所遭感来的 跟阿弥陀佛毫无相关 所以莲花大小 或者好看不好看 关键在你自己的念佛的用功 而且叶国夫人 看到很多莲花 而且这些莲花上面有个照片 像那个相貌 又有名字 然后叶国夫人最后就问这个丫鬟 那我的莲花在哪里呢 这个丫鬟用个手指那个莲花一朵是金色的 而且金碧辉煌 光明动燃 非常的漂亮 他告诉叶国夫人 那朵临华是你的 叶国夫人很欢喜 一个人能够念佛念到这种的境界 什么境界 念佛三妹 已经上上辈 上上平往生的 金色的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以后如果阿弥陀佛来这样的时候 不是拿金色的 你不要跟阿弥陀佛计较 如果他拿颜色的 你赶快跟他走 你不要跟他计较 阿弥陀佛说 为什么我不是金色的 为什么是颜色的 你千万不要跟阿弥陀佛计较 你赶快跟阿弥陀佛去 到了西方级的时间 你慢慢修 因为你有的是时间 光说无量 机会环境种种很好 你会成就的 当月果夫人梦醒之后 他很欢喜 当年当他生日的那一天 他喜欢找烧一个香 对着这个观音阁 站着往西 当他家亲迅属 要为他拜寿的时候 发现 业果夫人已经往生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人家已经去做佛了 我们还在这边受苦受当 你看疫情一来 全世界的都已经很荒谬 那以后来来个更大的怎么办呢 所以该放下的要放下 该舍的要舍 把世间一切万物 能够看淡一点 因为万般将不去 唯有我们的业力 随着我们到哪里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我们来学习像业果夫人那样 上上天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如果没办法打到这个境界 那算了 没关系 颜色也好 打到金色的无所谓 颜色也好 所以这个念佛功德 确实不可适应 我相信那些一切的众生 也经过我们的一起念佛 也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所以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 至非 今天师父不讲 也不开始 只是师父说 祝大家 你们要老实念佛 我们这个时间 一天一天的过 生命一天一天的减少 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 最珍贵的时间 用在这个念佛 该放下的 我们要学习要放下 不该放下的 就是这句名号 那我们要分秒必争 将来我们才能够同生极乐过 只要同生西方极乐 什么都解决了 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 念佛不是迷信 念佛是一种很好的事情 给大家鼓励 希望我们能够将来做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证明 往生西方真的是有 阿弥陀佛真的是有 所谓的 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明月极乐 祈祷有佛号阿弥陀 给大家证明 给大家看 因为你能够证明给大家看 你能够对一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想一想 等于帮助一个众生 要生死出三界 而且一生成佛 将来他成佛会度五量五边的众生 那你说功德有多大呢 所以祝大家要努力 要真的去修行 像昨天师父跟大家讲 这个夜果夫人 这个丫鬟念佛往生 一年当中能够往生 说明啊 他真的在真修 他真的在修行 我们不能重在表面上 要重在我们真正在修行 还能够会有获得利益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语言 那就非常难得 你等到下一辈 再来学佛 再来念佛 那就很难讲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狱很苦的 一天在地狱眼 人间两千七百多年 很长 为什么佛在论言经里面 把地狱的事情讲得很清楚 很详细 就是让我们要警觉 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 三恶道太苦了 所以为什么法杖比丘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头一念 就告诉我们 国五恶道院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 人啊 容易堕落 迷惑人容易 觉悟的太难了 我们容易也被这个外面的境界 被迷住了 那一轮我们就开始照应 造业将来又受果报的 这个不是能开玩笑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念佛 用这句名号 来提升自己的德恨 提升自己的德行 将来能够 我们的德行 才能够带到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